尽忠地词 就是弥陀地词 我们要修弥陀之心 我们要求自己 心如佛心 得同佛得 愿同佛愿 行同佛行 你还能不忘什么 你决定的神经徒 不能把世间事放在心上 身在这个世界 心在极乐世界 这是真正念佛 我们在夜深当初 见到真正念佛往生 包括听说的 听是决定真实的 有十多个人 这十多个人都给我做见证 证明这种事情不是假的 所以要勇猛进进 夜相专制庄业妙图 怎么个庄业法 就是全心全意 用你的真证攻击 去念这句佛号 做个好样子 给别人看 叫标法 让别人看见之后 生起 真心 你的功德就无量了 有一个真心的人 极乐世界 就多了一个佛 多了一尊佛 你就多他成佛了 表演得好 让人一丝好怀疑都没有 不但现前众生看了 受感动 将来在《往生传》里 记得你的四季 人家看到这个传记的时候 受影响 你多多少众生 迎寇发世的故事 宋朝人到现在 差不多八九八年前的事情 这个往生的案例 影响到人 一个破戒 犯债 违犯债借 这么一个出家人 自己造的这些罪业 他自己很清楚 必定多 而必得 他念佛的心 就是因为 害怕多地狱 知道地狱太苦 但是已经造了这么多罪了 劣根性很重 很容易受外界的诱惑 所以 常常做错事 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求助于同学 向同学请教 有没有方法 让他不得地狱 有一个同学 给他一本网生传 他读了这个网生传之后 他就误回来了 真正发心 求生极乐事情 他把疗房门关起来 念佛 那是真诚恭敬到几处 三天三夜 不睡不眠 不吃饭 三天三夜 真的 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感应 真诚心感应 佛来告诉他 你的寿命还有神 等你灵命忠实 我来建议你 这个等于说 给他受寄了 佛没有忘记天 他听了佛的话 自己想了一想 不行 跟佛说 我生年寿命不要了 现在跟你去 因为我裂根 很重 遇到外面这些隐忧 我没办法把我 胜利 不知道要做多少坏事 受命不要了 佛答应他 行 三天以后 我来建议 三天之后 他真往生 他向大众宣布 在庙里 同餐道又宣布 告诉大家这种事情 阿弥陀佛来了 又好了 三天之后 往生 寺庙里头 没有个人相信 哪有这么容易 哪有这么简单 你造的一生贼业 大家都知道 三天往生 到第三天 要求大家 念货送他 等于说 开往生大会 大家念 念到不到一刻钟 一刻钟 大概是我们现在 半个小时 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来了 跟大家告辞 他去走了 没有生病 没有丝毫痛苦 说走就走了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迎客发誓 多了多少人 包括我们现在 都被他住了 我相信 不止一万人 一个好的榜样 好的影响 无量功德了 你影响的人越多 影响的时间越长 功德越大 影响当年在世 没有一个人 瞧得起他 他的语言 实实在在讲 就是一个 怕多的语言 这个微距离的心 让他勇猛境界 那为什么他知道 不能往生决定落地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他选择的正确 那是真实智慧 宣则往生 念佛 见了阿弥陀佛 还有十年不要了 马上要跟到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 这是真实智慧 他真放下了 对于娑婆世界 没有丝毫留念 他对极乐世界 并不是了解的很多 我们能想象到的 但是他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心情 我们知道 我们没有怀疑 完全是真心 真心 真悦 真心 也是三个真实 我们今天的问题 我们的心 有问题 依旧有怀疑 我们的愈 也有问题 对这个世界 还有留念 这就是愈不肯切 我们的心 也有问题 虽然念佛 又咋 又妄想 又咋念 掺杂这其中 不能说心愿行 没有 真的是 若有若亡 不纯 不敬 不真 这是我们念佛 念了多少年 没感应 绝对不是说 阿弥陀佛 厚此 不彼 不是的 我们七心都念 佛知道 你是真心 忘心 里头 咋一个忘念 他都知道 我们自己不知道 他知道 换句话说 没能彻底放下了 问题就处在这里 要彻底放下